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全台长达两个月的软封城终于结束了 但是防疫新生活仍然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路记得要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共同防疫,人人有责 接下来要带您进入今天的中家新闻 在大家共同倒数下,位于中正公园的竹谱坛大放光明 加上炫烂烟火,瞬间点亮整个基隆夜空 这是基隆中原季的竹谱坛开灯放彩仪式 包括竹谱等祭典,代表中原季活动逐渐进入高潮 为了落实防疫,主办单位管控进场人员 并采取直播方式,让无法到场的民众也能在线上同步观看 参与这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今年的开灯放彩,因为在疫情当中 所以我们特别准备了线上直播的一种观赏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的一个民众能够看到 这个今年竹谱坛的一个刻意的仪式 那当然这个放彩,这个点灯放彩 其实也代表了中原的谱度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再过几天就要放水灯 所以今天的这个议事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旁边整个我们竹谱坛的结构补墙已经完成 那地标的树梯也正在兴建当中 那在今年会完工 所以明年整个竹谱坛周边地区会是一个全新的样貌 那也期待迎接 明年的一个竹谱坛的一个完工 还有地标树梯的一个完工 也提供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 这个竹谱中原期的一个场所 由于8月19号全国谨慎一例确诊 竹谱的李姓中庆会主委李腾龙 金融市长宁昌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及立法员蔡世英等人都期盼 在老大公的庇佑下能早日让疫情结束 相信有老大公好业在保庇 今天确诊人数是历日来这么多个月来的 唯一的一个例子 一个案例 希望说快得到过了今天以后 我们台湾 我们基隆 可以天天都家里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今天全台湾夜晚最漂亮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基隆市 所有想要晚上 出来走一走的好朋友 都应该来基隆看一下 台湾最漂亮最漂亮 晚上最美的一个城市 那现在的疫情也逐渐的趋缓 刚才市长有讲到今天加一而已 那我们希望 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随着疫情的减缓 我们未来从二级降为一级 未来大家的晚上的消费 或者白天的消费 会更加的顺畅 更多人会出来 来做消费这件事情 或者有更多的活动可以来参与 在珠布坛开灯放彩后 紧接着8月21号晚上 将在金融市区进行 放水灯花车游行 深夜11点在望海向海边 施放水灯头 都将同步线上直播 民众可以透过 基隆中原季FB等网络平台收看 安心参与这一场百年盛会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立都迭克花园 也就是俗称的空中花园 搭配大型邮轮停靠的基隆港美景 以及花园里面的造景 更让安排考察行程到现场参访的 基隆市议会议员们称赞 预估疫情过后 如果开放参观 将成为基隆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这里是耗资10亿元新建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东岸旅客中心 不仅外观新颖 沿着中正路的旅客登船 玻璃帷幕通廊 让参访的议员们眼睛为之一亮 随着进入最重要的 全新国际级自动查验柜台 拿出护照放上去 资料直通内政部查验 可在大量旅客要通关上船时 每15秒就让一位旅客通过 每小时可应付2700多位旅客通关 它可以给外国人使用 一个人就15秒就通关了 现在变成13个人工 四个自动查验柜台 对不起 自动查验柜台 108年好了 我们其实真的很期待它的启用 然后大大的去让我们的通关效率变好 不过是比较可惜 我们就是期待这个 国际游轮旅客回来 这边的话呢 通关效率提升到一个小时 可以消耗2760个人 是 整个东岸旅客中心新建工程 几乎都已经取得使用执照 现在就等疫情过后 恢复游轮观光大展宏图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游轮 23吨的这个大型的船是可以靠好的 那我们两座东岸跟西岸的这个旅客每小时 这个大船大概五千人都可以靠上来 那就是很高兴 我们陆续 大概东岸跟西岸都会完成 那比较可惜就是刚好 这个疫情的关系没有过来 不然是非常热闹的 那我们一年的产值 就是以我们公司来讲 大概每年的营收大概五十亿元 那这个周边衍生的 就包含这个仓储装卸 还有物流跟相关的这个产业 其实在基隆市这边 基隆港这边 它附带的 就是说很多人靠这个港为生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继续延续这一个 让这个基隆港在这个基隆市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产业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表示 虽然港务分公司 不属于基隆市议会监督的范围 但是市港发展一体 议会全体议员也非常关心 东岸旅客中心新建后的情况 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先来参访 我们有那个义务跟责任来了解 最近我们一直看到的 从市政府的单位主管 市政府在议会报告的 我们港务公司的一些 零零种种的一些建设和修正 所以今天特别 趁着这个开会的时间 来到我们这里 做一个市政考察 最主要是要来借助我们港务公司的专业人员 来跟我们陈述说 到底我们港务公司的现在 及未来是如何的去推展 基隆港务分公司指出 包括二楼的室内招商空间 以及一楼的停车空间 都将规划招商 活络东岸旅客中心整体的经济 以及服务效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好不容易疫情趋缓 在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官员们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到 必杀鱼港考察 了解娱乐渔船出海登岛 基隆与商机恢复的情况 那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然这个时间 其实平时到假日 白天的这个登岛人数都是满的 那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刚开放有降载的关系 所以目前的那个游客人数 是慢慢在回升 那夜调的部分 也是因为有降 现在报名率其实很高 大家都会想要出来透透气 所以夜调的人 几乎都是满的 在降载数的这个限制里面 也都是满载的 比我们隔壁的新北市还要好 那这边现在的娱乐渔船 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一排 这里说是渔船 大家都不相信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已经是 将近是第三代的娱乐渔船 看起来都是游艇规格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表示 疫情期间各行各业的经济 都蒙受重大损失 必杀渔港业者也不例外 因此市议会特地来渔港 为渔会以及娱乐渔船业者们 加油打气 也来了解市政府主管单位产发处 在中央防疫指引下 如何协助业者们恢复商机 需要我们基隆市议会 来跟渔会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绝对亦不容辞 然后跟渔会一起 大家一起看看地方能不能 因为在你们的管理之下 然后让我们避赛渔港 再请像以前我们来的时候 人多多停车停车 到不能下去了 那个年代我来又叫路回来 大家共同加油 好不好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观念 必杀渔港 必杀渔港以后的展望 就是希望各位议员 大家来帮忙 让我们自己现在管理得很好 现在有登岛 跟产发处的配合得很好 希望各位议作多多关心 谢谢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也特地拿出和著名饼干业者 一起合作 特地制作基隆独有包装的饼干 协助促销基隆以及必杀渔港观光 基隆区渔会也回赠议员们伴手离 感谢市议会的关心 必杀渔港欢迎你 加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台电基隆区处 跟基隆邮局联合举办的公益捐学活动 根据了解 由于之前两三个月 台湾新冠疫情严重 限制人流群聚 大家也都减少出门 造成血库拉警报 几乎各种血型的库存量 都面临到危机 因此 这个公益捐学场面 看起来特别的温馨 像这位年轻人 从来没捐过血 而这一次也特别来参与公益活动 就觉得要来捐一下 疫情也很严重 你可以贡献一份心力 就来做一下 第一次捐血要克服什么样的压力吗 没有 感觉可以捐就来捐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 在台电基隆区处的 捐血的活动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我们全台的血库 库存量是拉警报 为了协助解决库存量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举办了这样的一个 第一的活动 那这个类似今天的活动 台电公司也已经举办了许多年 那除了来展现台电基隆区处员工 热心公益 以及台电公司善进企业社会的责任 那我们更希望能够借由今天的活动 来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 踊跃的来捐血 协助来解决我们库存量不足的问题 那让这个社会充满更多的温暖以及爱 我们基隆邮局向来都是非常热心公益 其实我们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 已经办过三场的捐血活动 但是因为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血库特别的缺血 所以我们特别的就是跟台电公司 首度来合作 看看我们能不能够一加一大于三的 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来为这个血库能够增加一些血量 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呼吁我们的市民 能够大家一起来晚秀做公益 希望大家一起来给予这个社会 满满的温暖与爱 那在今天的活动现场 我们也有同时举办了 节电有奖增达的活动 还有我们台电电力APP的一个下载 以及这个教学的服务 那利用这个手机 我们就随时可以来查阅 自家里面的用电的情形 那碰到有停电的事件发生 也可以很快速的来跟台电做一个报修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 踊跃的来参加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同时都能够拿到我们台电公司 基隆准备的精美礼品 以及我们邮举准备的礼品 那希望预祝今天的活动能够成功圆满 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回家平安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潜水人员用浮球让一个大轮胎浮出海面 在疫情降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开放潜水后 海洋大学与交通官员局 北官处和和平岛公园业者等单位 一起响应海洋保育署的近海活动 号召近40位潜水爱好者下海清理垃圾 结果在和平岛海域 短短时间就清出超过200公斤的海洋废弃物 显示这个小丑于出生地的海洋环境让人忧心 其实蛮多宝特瓶有 然后其实印象很深 是我们有一区全部都是玻璃瓶 那那个就是重到拿不起来 对就还好有教练 就是有潜水长这边一起帮忙把他带上来 对就是非常的重 像在岸上平常就觉得只有一些海漂物 但是下去其实那个垃圾量 是有点让我惊讶到 就是说不知道说深海里面 还夹杂着一些废弃物 那其实最主要是怕一些鱼虾 它去啃食 那造成一个食物链的改变 跟前友一起下海的北湾处 基隆站主任卢帆棚回忆 在清理过程中 还因为一条超重千条 插舔扶不上来 下去有捡到一条千条 它大概有快十公斤重 那放在垃圾袋里面 其实我们那时候上浅 然后有点辛苦 因为整个重量太重了 那就是拼命的 把自己的BV灌气 才冲得上来 要不然基本上 我可能也会被人为被捡的对象 北观处方面表示 这些废弃物就像海洋癌细胞一样 已经扩散到全世界 只能靠民众在日常生活中 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用品 同时不乱丢垃圾才能逐步改善 这项海洋保育署的在地守护计划 在和平岛海域 未来还有七场近海活动 欢迎民众上网报名 用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海洋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佛教认为七月是森信孝亲报恩 祈福修缮的吉祥月 孝道月 佛光山极乐寺 每年农历七月 都会定期举办佛式法会 鼓励信众行孝报恩 进而开发自己的慈悲与智慧 我们的佛教道场 都会举办法会 那么来操见我们的历代祖先 那一些亡灵 让他们能够有得度的机会 那仰仗佛力的威德 佛力加持 让他们能够得度生死 所以不再六道轮回 那所以呢 用这样的一个孝亲报恩的心 那么来精进修持 参加法会 也开发自己的慈悲跟智慧 大家在这个月呢 也会共生来供养三宝 那么这样的一个欢喜不失 那么也为自己修福 修慧 而于兰盆法会 摘僧共佛 这是慕建联尊者 预报父母恩的故事 他用神通变现饭食 要给母亲来吃 但是呢 这些饭都变成 这个火焰燃烧自己 所以他看了非常心生不忍 如何才能够救把母亲 那么就请示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一个救苦 救度自己母亲的方法 就是呢 供养 供养生众 他们修行呢 这样的一个功德力 来回向给母亲 除了能够超度 此生的父母 也能够超度 妻子的父母 所以这样的一个 布施共生 一个功德 那可以呢 这个超见我们的父母亲 甚至呢 让我们在此生当中 也能够获得很大的福报 推广孝道月外 还要将三好运动 融入社会 历年来 既用中原季的 放水灯花车游行 极乐寺积极参与 展现了知足常热 慈悲喜舍 服务助人 欢喜融合的理念 每一年农历七月 也都会跟 基隆市政府配合 那这个都会有一个 放水灯 那这个花车游行 那我们呢 极乐寺呢 也没有缺少过 每一年都有参与 都会有一个 很庄严 很可爱的 这个花车 那么提倡就是三好 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那么来跟每一个市民结缘 所以这样的一个游行 虽然今年不能够 这个举行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法会 孝道乐法会当中 也不断地提醒大家 要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那三好呢 能够散播 清净美好的力量 让每一个人 都因为三好 而生命更美好 佛教将农历七月 转化为圣中追远 改念亲恩的孝道乐 破除一般民间 对七月的种种迷信 强调日日是好日 月月是好月 在祈福修缮中 人人都获得平安吉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简清您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 及减免 纾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牌照税 娱乐税 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 免征 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 36期的方式来搅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 快打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 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4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赃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 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 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 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 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 怎么可能啊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会不会 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文文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 喂 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水土宝石的重要性 妈妈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 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忠于贴命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 落石 土石油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挖土地在山上乱挖 就要光景同步去工作 没有 发生危险市 就要买啊 从山护水 青山流 无聚落石 土石流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关心市政做回来 这碗海飞泡面可不是泡面哦 拉起来一看 好像是米粉 其实里面看到的是 我们用了鱼罩来替代这个米粉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可口的泡面 可是其实都是我们人类 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垃圾 还有海报上的可爱宝宝 您猜得出来是哪些物品吗 女婆 也不是天女官 这是天女官 来这个呢 这是浮球 而这刻画者基隆经纬度的羽衣 有着浓浓基隆琴 所有的文创商品都紧扣着 镇冰渔港及阿根纳遗址 潮沸的潮是就是有创新 也有潮系的意思 那像沸的话 我们把沸当作一个意义 这个海报上面的吉祥物 主要是一些海洋常见的废弃物 像这个是浮球的废弃物 也还有一些纪念的明信片 跟手册去做一个结合 二星高中广社科这五位学生 将今年毕业展的作品 超费1.0 融入在地化及国际化元素后 产出超费2.0 他们将作品参加德国红点设计奖 在他们满18岁的这一年 拿到了人生第一座红点设计 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红点算是一个肯定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海洋议题 是可以向大家去宣导 这一次可以说是本校第二次拿到了红点设计的大奖 在两位也曾经拿到红点的这个红牌老师的指导之下 那四双总共累计了三次的获奖 我觉得这个对于计高层次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荣耀 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尤其这一次的议题 它有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 超费对我来讲 我听完了这个学生的表达陈述 那么再加上我们去观看以后的感觉 就是把怎么样把减费变成是一个新潮的一种活动 变成是一种潮流 那么不仅可以恢复到我们美意的家乡 也可以让这样的观念不断的世代传承下去 对人类来讲可以起一个很正面的意义 我想这也是这一次的学子们跟老师 大家想要传达的一个正向的讯息 投稿德国红点设计奖 让世界看见基隆 在旧历史与新文化的相互碰撞下 激荡出创意与创生 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的基隆市政府 其实已经有开始在重视我们的都市计划 都市的一个美感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抓紧了这个议题 然后就是希望说基隆有没有更多漂亮的地方 可以让台湾各地的人来到基隆旅游 然后我们也去思考说 其实基隆一直都没有一个所谓的文创园区 然后所以我们会希望 像我们都会跑到送烟 跑到华山 跑到高雄的博二 可是都没有属于一个基隆真正的文创园区 所以其实小朋友当时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很希望可以为基隆做一些事情 然后如果真的阿根纳的这个文创园区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能够做起来的话 其实对基隆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们二性广社科在9月10号会在基隆东岸会有一个 我们师生的连载 那我也希望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 就是二性广社科这几年来的学生的努力跟迈进 二性广社迈向国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